生日礼物想好了吗 又想好了 我想要必须 拿手要在墙上 不要必须我安 这段时间 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正在热播 在最新的剧情中 童年与韩商爷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 因为剧情的需要 在拍吻戏时导演耍了一个小心机 这场吻戏只有一个人知情 而另一个人全然不知 目的就是要拍下另一个人的真实反应 画面一转 韩商爷对童年来了一个猝不激防的吻 而这一招确实对杨子有效 导演如愿以偿 拍下了童年面对初吻的羞涩的效果 而这一招对李线不管用了 面对杨子突如其来的吻 只有本能一世的闪躲 而杨子笑称我都礼于打挺了 可能李线也害怕了小猴子的古灵精怪 面对二人的火热甜蜜 各路网友们也纷纷热评 买瓜是不甜不要钱 给我来五块钱的吻戏 受伤是 这个暑假童年寒商严 承包了虐待生狗的任务 田云是 有网友称 躲过了陈青令 躲过了十二时辰 没想到栽在里线着了 看到网友的这些言论 足以可见这部剧的高甜程度 那您喜欢这部剧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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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